大家好 我是哈蒙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 來玩這款魔力寶貝旅 OK 今天是4月15號 遊戲是4月14號 10點正式開啟 這個是大陸手遊 那是史克威爾安尼克斯正版授權 前幾天就知道 應該說好幾個禮拜前就有看到了 知道他要測試這樣 OK 就看看吧 母羊座 這邊是可以切換伺服器 是不是 只有一個而已 因為是測試服 那測試時間是到21號吧 4月21號 想完的話我會把那個下載連結 放影片下方資訊欄位 來吧 魔力寶貝 很多人應該都玩過吧 年紀稍微有一點的 大概20年了 那是MMO RPG啊 應該不是 進來看看吧 進來看看吧 沒有寫說什麼職業啊 只有形象 好吧 有點Q版 大概四頭身左右吧 五頭身 四頭身左右 喔這個角色我記得 而是為死亡發出迴響 他的樣子形象我記得 紫色頭髮吧 馬尾 這隻我記得 光明即正義 而正義就是真理 卡茲 菲特 這隻我也知道 因為以前也有玩 重複了重複了 總共幾隻啊 一二三四五六 六隻是不是 好 我們玩這隻法師好了 他也不是法師 因為魔力寶貝是抓寵物 好 來吧 以前魔力寶貝我會開始是 鑽造師吧 做武器的 然後還有封印師 然後抓寵物嘛 然後賣螳螂賺錢 魔力寶貝online我也是有玩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加昂賴 熟悉的音樂啊 真的很熟悉 魔力寶貝有N款啊 有 有好幾款 然後都是那種 道版的居多 我們算萌星好不好 我們用萌星 反正就做成MMO吧 我不知道戰鬥是不是回合之戰鬥 如果是做成回合之戰鬥的話 就是以前那種 anticipated S 有點卡頓呢 我覺得有點卡頓 是他的問題還是我的問題 我來看一下我CPU 最近每次電腦玩到後面都有點卡 系統擦斷 CPU被吃了60幾% 跑回來 沒有語音 魔力寶貝本來就沒有語音了 好來吧來吧 2.5D 不能放大縮小 當然不能啊 然後 極致幀率 全部高好了 燒死它 完美 聲音設置 遊戲設計 兌換吧安全鎖 有好一點嗎好像有好一點 怎麼還那麼多人大家不睡覺 我現在時間是半夜2點多 但是有點卡 不知道是它的問題還是伺服器問題還是網路問題 還是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應該還好吧 因為我剛剛也玩了好幾款遊戲都還算正常 還是它伺服器負荷不了 太多人玩 因為畢竟是大IP 因為畢竟是大IP 魔力寶貝也算大IP 老IP老IP 反正到時候我們要轉職嗎 我記得會轉職啊 好 就形象跟職業應該是沒有關係 就是你可以隨意轉職吧 就沒有綁定說你的形象一定要怎樣 你看這個圖片有點卡嗎 它在行動的時候有點卡 好 召喚之間 這個你如果玩直立式的魔力寶貝 應該每次都來仙長來召喚之間 我會在心中我為你祈禱 希望你真的是我想找的開啟者 好推門前進的迷茫 主線使者的戒指 好像要去洞穴戰鬥了吧 檢基 還是直接到我們組成的 先到組成吧 好魔力寶貝基本上台服會代理吧 這種遊戲台服一定會有代理商 我覺得我先玩這樣 玩一下陸服的測試服 等他們公測嘛 然後大概在半年吧 台服才會出 大部分是這樣 很少有同步的情況 除非他們陸服其實取不到版號 因為現在他們的遊戲也是 被限制的很嚴重 真的有點卡喔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討論區 說遊戲很卡 看不出來 好我們繼續 這是哪一家遊戲廠商咧 我看我知不知道 請消等我消 青紅工作室 沒聽過 我沒聽過的很多啦 只是要大牌而已 大牌就王毅阿 騰訊阿 這種超大牌的 或完美世界阿 西山居阿 紫龍阿 然後米哈油阿 這些大牌 大陸的廠商阿 這些音樂都是以前魔力寶貝的音樂阿 很熟阿 有沒有他很卡頓 頓頓的 我是用模擬器玩 反正遊戲還在測試阿 他通常要打說非最終畫質 還在測試結段 國王你怎麼突然講話了 突然突然講了一句話 好我們被召喚的是 我們異世界阿 還好沒有轉身成史萊姆阿 或是蜘蛛阿 還要轉身成那個哥布林阿 我剛剛講的這些都是有小說的喔 不是開玩笑 都是有動漫的喔 最常見的是轉身成勇者 那已經不稀奇了 現在要轉身成那個 轉身成史萊姆阿 蜘蛛阿 哥布林阿 就是轉身成魔物阿 用魔物的觀點來玩這個 來進行這個異世界的探索 我們已經玩了快10分鐘 可以去戰鬥了嗎 我想要看一下戰鬥畫面 大家應該也蠻想看的吧 中文叫戰鬥畫面 因為我剛剛這邊有看到XXXX 有兩把劍 這進入那個回合之戰鬥吧 我推測啦 因為魔力寶貝online就是這樣 又是這隻蝙蝠吧 每次都是這隻蝙蝠啊 還有一隻惡魔啊 沒有玉三家只能二選一啊 選一隻吧 選一隻這個綠蝙蝠 小蝙蝠 沒有超音符 好前往寵物家點 抱歉喉嚨有彈 剛喝水 這隻蝙蝠 怎麼突然變3D 這個跟剛剛那個畫風感覺不一樣啊 哇 你在跳舞是不是 走路在那邊 搖擺 什麼意思 愛露 就這邊給我感覺 這邊給我感覺跟剛剛那個畫風 貼起來那個皮膚感覺不一樣 這邊比較卡通嘛 然後那邊比較那種 3D的那種感覺 好 要教學 馴服寵物 好 進入戰鬥 跟以前一樣嘛 跟以前一樣嘛 回合制的原汁原味啊 好不好 跟以前一樣啊 連戰鬥的那個音效聲音都一樣 好 打飛之後再 撞還撞 跑跑 play 少了餘音喔 我覺得搞不好之後會有配音阿 因為上個聲優隊大陸手遊的話不是什麼難度 他們那個成本都下得很重 我是希望有日文配音阿 但是有時候大陸手遊他只會做中文配音 有沒有 才一點點而已 但他講的話跟這個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要去礦道啦 通常是這樣 之前玩魔力寶貝都是這樣 好 可以轉職有沒有 好 弓箭手 這邊是魔術師 劍士 戰斧鬥士 咒術 我當然是要玩魔術師阿 我玩這隻法師 這隻看起來很像法師 就是在玩魔術師阿 OK 見習魔術師 這個老先生聲音那麼年輕OK嗎 你應該找一個中年大叔的聲音來搭配一下 反正目前還在測試 我覺得到時候都不是這樣 他們有時候一測二測三測阿 不是說以後就是長這樣 大家就先參考一下 魔力寶貝女人 新的旅程我來了 好 第一章 起點法蘭真城 我會在心中為你祈禱 好 我們在這個MMO的世界 E世界裡面開始崇大 帶我要去戰鬥了 我大概就是在玩個三四分鐘吧 五分鐘左右 我會在心中為你祈禱 希望你真的是我想找的開啟者 原來這就是魔法的力量 你轉職之後有沒有 你找的NPC對象應該是不一樣 我是魔法師所以就找這個 找這個魔女 我猜是這樣啦 我猜是這樣 原素之海浩瀚無邊 須有敬畏之心 學習火焰魔法 原素之海浩瀚無邊 須有敬畏之心 好 接受撕裂 一樣是戰鬥 火精靈 水精靈 然後教我們使用技能 指令式戰鬥 到時候就是自動戰鬥嘛 然後加速 然後這個應該是屬性克制 就以前都是地水火風 實際時代也是地水火風 欸 怎麼說放啊 糟糕 怎麼說放 這個是不是 我剛點了一下不會說放 好 有人在罵了是不是 鏡像怎麼搞 一天給多少錢 怎麼比TX遊戲 手遊利用大家時間碎片 什麼東西啊 現在大陸的小朋友不能玩手遊 他有時間限制 就是你晚上時間過了多久就不能玩 一開始是這樣 然後後來前幾個月規定 可能就是五六日只能各玩一個小時 真的真的 他們的小朋友好可憐啊 現在我們以前 自由自在啊 現在還是自由自在 我一直都自由自在 小時候我都是電動也沒燒打 電視遊戲的遊戲沒燒打 我是從那個 任天堂紅白機就開始玩遊戲了 一直進貨啊 主機也一直進貨啊 任天堂嘛然後 超級任天堂 然後Sega 16bit那一台 然後還有PS PS1 PS2都有買 PS3就沒玩了 家裡有但是沒玩 我沒玩 PS4沒買 PS5缺貨 買不到 買了也沒時間玩 因為現在你還有手遊要玩 然後還有其他遊戲 電腦遊戲一堆 不玩主機遊戲也沒啥 主機遊戲都是大作啊 就是買段字嘛 你花一兩千塊 就可以享受高畫質 那手遊就是 免費讓你玩這樣而已啊 畫面就還好 這個遊戲我玩到目前為止就是 還原度還不錯 然後還蠻卡盾的 卡卡的 卡卡的就是 不知道他幀數不太過還是怎樣 這邊的話已經自動了啦 不自動就是鏡像嘛 不是鏡像就是自己自己點嘛 被這個鏡像搞亂了 鏡像怎麼弄 講到鏡像區 我要再講說什麼是鏡像 他的問題我幫他想了一下 什麼是鏡像 鏡像就是 複製啊 比如說以前玩那個 VMWave就是你電腦要很多 多重系統的話就要鏡像 要複製 簡單說你的現在是Win10嘛 你想要用Win7 XP XP更早的XP什麼的 那就要用一些鏡像 虛擬的那種 模擬器 然後做鏡像把它弄進去 我知道的鏡像是這樣啦 那他應該不是問那個 在問遊戲裡面的 怎麼突然胸口有點痛 我會不會玩遊戲玩到某一天 掛掉 暴斃 以前有時候新聞啦 就說我那個 中聯男子在網咖 暴斃身亡 幾天不睡覺 然後一直玩遊戲玩網友 然後就暴斃死掉了 過勞 那不是過勞 這玩遊戲玩到暴斃 所以大家注意身體健康 千萬不要熬夜 這邊還沒有加速 所以打起來就慢慢的 回合之戰鬥啦 我覺得現在的 小朋友應該不喜歡玩回合之戰鬥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這種遊戲 就是給那種年紀大的 回憶的 回憶來玩的 有沒有很卡耶 自動戰鬥還那麼卡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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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多其他玩家 不睡覺這些人 閒人真多啊 不管是哪裡閒的人很多 就是你走在那些鬧區 你覺得為什麼這些人不上班 都在那逛街 不用上班的人好多 OK我們把這個界面稍微看一下吧 時間差不多了齁 看一下 也沒什麼界面可以看 我們先看一下設置吧 剛剛是用完美嘛 然後有點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很卡 這邊剛剛看過了 然後 紅帽哥布林應該是我的夥伴啦 我現在好像有紅帽哥布林吧 他是那個 踩地雷啊 跟以前一樣就是你會在地圖上 不小心遇到第一人 就踩地雷然後進入戰鬥這樣 有沒有紅帽哥布林 然後剛剛那個小蝙蝠不見了喔 我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完了 這是哥布林 有沒有這個標準的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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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多以前那個實際時代也有啊 然後 魔力寶貝也有啊 互相抄襲吧 然後我這邊 交易行看一下吧 我的關注 它有交易系統嗎 好像有耶 這遊戲有交易系統 這遊戲是有交易系統的喔 這遊戲是有交易系統的喔 想不到啦 以前以前有啦 以前我們那個 Online game都是有交易系統啊 你可以擺攤啊 在城裡面擺攤 或是到交易系統 擺攤比較麻煩 因為你忍要掛在上面 冒險手冊是怎樣啊 我目前完成的任務是日 然後探索點什麼的 地圖探索 呃...法蘭城你可以直接傳送 我這邊在東郊是不是 我現在在東郊 應該在這邊吧 這邊吧 沒有看到地圖 有啊這邊 我在...我在哪裡 這裡 然後這個是法蘭城 我這邊東郊 這邊 然後這個是世界地圖 我也忘記了 魔力寶貝的世界是怎樣 已經忘了 嗯...如果是十七時代 我還記得 北島南島 加加村 那一類的還記得 因為我在玩魔力寶貝之前 有玩那個... 天堂 然後還有玩十七時代 那幾年都有玩 那幾年都有玩 然後島嶼 區域 當前 可以讓你說放這樣 然後...旅人誌 呃...應該是一些...圖鑑吧 它有烹飪耶 這些玩法還沒有教我們 你要自己慢慢看 然後這個是油 我不知道油什麼 聯繫人 郵件 好 點一下而已啊 這個那個麥克風吧 然後動作 我們可以做動作吧 可以動作動作拍照 好 鎖起來 然後... 不睡覺啊 這些人還在聊天啊 好不好 我還在聊天 剛開嘛 第一天剛開 對我來說是第一天 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快第二天了啦 好 技能 我這邊也有一個火焰魔法而已 得益技能 通用技能還沒開 二十幾才會開 我是劍行魔法師吧 還是魔術師 然後說法 任務組隊 這個遊戲是可以組隊的啊 魔力寶貝可以組隊啊 然後可以點寵物 我現在要兩隻 他只能上陣一隻 其他的應該就是 夥伴系統吧 就是我們有那個 有這個夥伴嗎 這個傭兵啊 艾露 OK 那就先這樣囉 差不多啦 想完了就來試試看 我會把那個遊戲下來 連結放影片下方資訊欄位 但是大陸手遊 你可能需要實名認證 我玩的是九頭版本啦 我有帳號 所以就沒問題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大家看看